一首来自隔壁老凡的歌曲 这个文号36630位朋友说 网络电台恢复了超开心 撒花 其实我们刚才 我刚才跟小乐也在说 不知道这个经过上周五的这个 特殊的一天之后呢 我们这个全面的恢复情况怎么样 因为我就看这个前几个节目的短信 曾经还是有朋友说什么电台 对 好像爱哈也听不到 是不是这个全面恢复了呢 这个36630位朋友说 网络电台已经全面恢复了 所以最近关心这些 通过网络的方式 或者其他方式收听我们这个节目 有发短信和微信来问我的人 还真挺多 很多朋友关心 很多朋友看回放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对 看不到这个及时的节目 是不是 也说明这个 我们想看我们这个节目的人 也越来越多 说起来呢 今天上午我在采访 在采访的过程中 也得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采访对象 我现在先不说是谁 要不然就好像 这个采访对象告诉我们 最近接受 在上我们节目之后呢 他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呢 居然这个很多人跑过去说 在电视上看到他 这个他本人也非常的开心 代表我们平台的这个曝光率 我觉得是完全 OK的 代表我们涛的说 有很多人看 这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给大家来报告一下 其实小乐刚开始选择的这首歌 什么平凡的平庸的日子里 拥抱你 其实我觉得挺 平凡的日子是很珍贵的 是最难达到的 你看在这样一个午后的 你看现在天气已经转热了 所以到这个时间点 外面还是 还是一片阳光明媚的样子 坐在这么一个直播间里 给大家聊聊天 这其实挺平常西松的 但是又觉得非常的珍贵 就像我们那天上周五的时候 突然发现 电视没了 讯号没了 平常觉得 西松平常的事情 这样突然不见了 而且新西兰这样的国家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我总觉得 其实它是一个挺平庸的国家 从很多方面来讲 可能就是没有那么高大上 没有那么发展的迅速 没有那样的处在这个世界的核心 和争议的中心 比较淳朴 但我们就是这样平平常常的过日子 有没有 每天看看外面的阳光 做做节目 跟大家聊聊生活 真的挺开心 我们来听一个电话 喂你好 你好 两位好 你好 您说 我又来点歌 点歌了 您说 您来听什么歌 今天想听 恰恰恰五部的歌 恰恰恰五 是曹猛与 粤语翻唱的泰国歌曲 失恋 失恋正线联盟 守候在受精力币旁的朋友们 是 是哪一首 曹猛的哪一首 是曹猛的什么名字的首歌 我没听清楚 对啊 曹猛的失恋 失恋阵线联盟吧 我记得是叫 这首歌 好 那我只要找一下 好 谢谢你 谢谢 这个刚才讲到岁月静好 这个其实平衡的生活是很难得的 就在上个周末呢 其实 有一件事情 还是多多少少会影响到我们新西兰 我们都知道这个 在上个周末呢 这个有 有十架无人机 空袭了这个沙特的一个炼油厂 这条消息在周末还是挺劲爆的 我只相信全世界应该都是 其实呢 在中东呢 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这样的事情 绝大部分呢 可能大家都觉得 这个实在是离我们太遥远 或者说 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能都觉得 哇 真的是太无聊了啊 但是这个事情呢 会 还是会对我们的 对我们的生活影响 因为会影响到我们的民生 也就是加油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两天有没有朋友去加过油 对 你有去加吗 我是在周末前去加的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 就躲过了 对 还好我有去加 还好有去加 我不知道我们的评估 这两天有没有去加个油 据说呢 这次沙特的无人机攻击呢 造成了这个全球原油产量的 5%的损失 我们都知道 如果这5%呢 这个放在这个 全球的油价市场上 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不知道会对我们新西兰的油价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 那所以呢 我建议生机旁的同学朋友 或者说您正在开车 要不然就拐弯去加油站 顺便把油给加了 这个事情并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这个确实会对全球原油的价格呢 产生严重的影响 反过来呢 会折射在新西兰的油价上面 对 今天就看到有一个新闻说 在在新西兰的经济学家说 新西兰油价很有可能 因为这次的事件 然后上升到每公升3块钱 哇 真的吗 现在是2块3哦 它的推测 但是我觉得 专家乱说的吧 还是蛮吓人的这个价格 那又怎么办 除了把自己的两家里的两辆车都加满之外 还能怎么办 现在开始囤 新买个汽油桶吗 对对对 囤机器哦 这个真的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啊 当然这个围绕这个沙特的这个炼油厂的这个事情 现在美国和伊朗方面的又杠上了啊 就像那么多年来 他们一直在那里杠 没什么两样啊 其实我觉得也杠不出什么什么结果啊 我们坐在新西兰千里之外啊 万里之外可以说 基本上我也没办法说给大家分析说这个事情我认为到底是谁造成的 似乎我们也没有那样的那样的能量去分析 当然这个各种各样的信息是很多了啊 包括说从距离的角度啊 从这个无人机攻击的这个精准的角度呢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事情 现在美国政府是因为这个事情是直接跟伊朗有关 小乐你知道这个这个我刚才上节目之前之前我搜了一下这个炼油厂的地址 这个炼油厂的位置或者说 他大概离开这个跟伊朗隔着一个高 隔着一个波斯湾 大概从伊朗那边连到那个炼油厂最近的距离 大概是300多公里 但与此同时呢 这个地方呢 离开这个现在承认对这个事件负责的也门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政府啊 就所谓的反叛军政府啊 大概这个最近的地方有700多公里 所以呢 这就是美国政府认为这个事情 其实跟也门的这个所谓胡塞武装没有关系 实际上是伊朗人干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 但是这些东西呢 各说各话 各说各话啊 听听就好 好的我们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 反而之后呢会来跟大家聊各种有趣的行为 像这种无聊的行为我们就放过吧 好的继续掏友说 现在的时间呢是下午的4点20分 我们继续掏友说 还是把目光回到回到我们这个新西兰自己的国家啊 这个沙特这个原油事件可能会对我们油价造成一定的影响啊 大家观察一下 不过新西兰呢好在有一点啊 这个我们油价里呢 受原油价格的影响的这个比例相对来说比较少 对 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税费比较高 我只要说你现在这样说的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这个也是你怎么说只能苦笑啊 因为这个受那个部分的影响比较大啊 你像燃油税啊各种税啊 所以受这个部分影响比较小啊 是不是就说这个到时候油价在反映在我们身上比较小呢 我不知道啊 反正我会做的就是今天下班 先把自己的车也加满了油再 家里有几台车就都全加满了 这个还是要应对一下啊 如果涨到三块钱的话 可能会对大家的生活都造成巨大的影响 当然这种影响可能还是暂时性的啊 我觉得就他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嘛 这个他总是会找到一些办法来恢复呢 希望这个大家继续来观察一下这个事情 与此同时呢 欢迎大家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啊 021-2010998或者是09-525-1042 来发表您对这些话题的影响 我们看这个总理阿登呢 这个现在这会儿呢 正在举办内阁后的新闻发布会 当然这个每个星期一下午都是这个样子 大概四点钟的时候呢 他会基本上啊 如果是在内阁期的话 他有一个会议 会议完了之后呢 会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当然这个新闻发布会呢 这是还是这个话题 还是跟上个星期 一直闹了一个星期的 这个关于工党性侵事件有关呢 对 这个事件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 很多人没有把它当回事 觉得好像这也不是什么 特别让人觉得感兴趣的新闻啊 但是到上个星期后半周呢 这个已经越潮越大啊 这个闹到变成国际新闻啊 这不非但是国际新闻 尤其是这个很多人都在谈论 是不是我们的总理 Jacinda Arden啊 需要为此负责 甚至如果说证明他撒谎的话呢 呃他要下台 对呃辞去总理的职务 对但是上周你也花了大概将近一个小时时间 跟大家讲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刚好是星期五 这个特殊情况的时候讲啊 这个其实我自己讲的也有点对觉不安啊 因为这个不知道啊 是不是这个因为受这个上周五 这个断电事情的影响了 好像我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吗 啊这个反正我就就大概就这么意思啊 就是讲完了 至于这个事情后续会怎样呢 呃现在这个阿den今天在这个发布会上呢 他是说他仍然会把这所有的这个东西呢 交给这个专职的律师啊 进行独立调查啊 呃独立查结果之前呢 他不会公布细节啊 他当然了这个也是说再次说了自己工党内部对处处理这个事情呢 他是觉得是呃是是是是是有有错误的啊 呃这个他也是对此表示了歉意啊 但是于总是他再次强调他是从来不知道啊 这个事情知道上个星期 呃他这里面还强调了一句话啊 他说这种事情可以发生在任何政党身上 呃也算是一点点 也算是一点点小小的还击啊 就我们都知道上个星期国家党这个 这个尤其Polo Bennett啊 这个副党魁对于这个 这个事情的其实他是炮国挺猛烈的啊 一炮又一炮的打过去 他抓到了一个把柄 那他抓到了一个把柄 那从反对党的角度来讲 他当然是要一炮一炮又一炮的打过去 对呃但是呢你要说这个Polo 就我上个星期有在节目中聊过啊 这个如果说大家跑过来问我 说你相不相信阿登从一开始 就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是有的我是有点质疑的啊 虽然我不敢百分之百确定啊 我是觉得啊好像有点太扯了 不太可能吧 呃但是回过头来 如果你今天还有人跑过来说 Polo Bennett这个上个星期 去质疑我们这个杰森大登啊 质疑工党的这个党魁说这个 呃他是真的是好像就是为了这个 当然他的这个说法都是为了这个女孩啊 嗯觉得他这样很可怜 为了受害者对对对 那个什么 但是如果你是跑过来说 你要问你要来问我 你说Polo Bennett竟然是为了那个女孩吗 我也绝对不相信 我绝对不相信 或者他有一半成分是为了女孩 我觉得能够有一半就不错了啊 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啊 我们都知道这个杰森大登在 呃315这个嫉妒人恐袭之后呢 呃基本上他的这个声望 达到了最高点啊 现在那个反对党当然希望来找到一件 一些事情呢 把他的声望给拉下来 嗯这是一个perfect啊 这个这件事情对于这个反对党来讲 真是一个太好太好的这么一个 一个原一个借口啊 呃或者说一个理由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 阿登的个人形象是什么样的 工党的个人形象是什么样的啊 如果说这个事情最终证明阿登是在撒谎的话 恐怕这个真的是有点难混 对就是像就是哪一个 呃也是评论员吧 说这件事情很有可能对于 就是哪儿真的这个政治生涯 就有人已经这么说了 很有可能就画下一个据点 有可能啊 如果说最后能够能够证明 他当时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了 那真的是首先不诚信 其次呢就是你就很虚伪啊 因为你作为一个这个女性领导人一直在强调支持女性 强调这个保护女性的权利啊 你那么早知道你就不去处理 呃这两个事情都是要命的啊 一个一个事情呃 当然接下来会怎样呢 很难说啊 如果说国家党后续没有更多的料 去去证实阿登知道这个事情的话 工党仅仅把这个事情的风险 控制在本党处理这些类类事件不利的这个 呃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势下呢 我觉得可能还好 所以他们现在是展开了一个独立调查 是吗 现在是由工党委托了一个一个律师 一个皇家律师 或者说我们以前说的御用大律师啊 啊进行一个独立的调查 调查的内容就帮我这个女孩当初是怎么样反应的 反应的情况是怎么样 工党当时处理情况是怎么样的 呃党的内部有没有什么汇报机制啊 为什么总理不知道 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他会有一个调查 调查结果之后呢 结果出来之后呢 会有一个报告啊 呃现在可能就是要等这个报告出来 除非除非除非国家党能够找到一些呃 比较有比较credible的 就是比较有这个可信度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呃 这些内容真的是知道 呃我怀疑他找不到 会不会我怀疑他找不到 感觉外部是找不到这样子的消息 但是就像我们以前所讲的 如果说阿登真的是不知道的话 恐怕一定会留下来 他不可能不留下痕迹 怎么说呢 就他周边的人不可能不知道 嗯 会不会国家党这个憋着憋着到明天大选之前 哎突然这个报一个这么大的料出来 爆料出来 这个事情 来录音之类的 对啊 这个事情呢 恐怕就会 就会比较难看了啊 呃 就是这个降价的时候呢 我们也没感到便宜啊 涨价的时候他一般反映都比较快 对 对 那不知道这个这次的情况是怎么样 呃3663呢说呃 如果怎么样证明一个人知道某件事呢 这太难了 个人觉得不太可能 如果真的有实锤 下台的确是有可能的 怎么样证明他 比如说他周围很多人 跟他汇报的时候在场 对不对 所以一说他们在这段时间 一直在帮他蒙蔽是吧 如果说他这核心圈子几个人 其实这个事情也跟他报备过 就再有一个就比如说 现在有工党党主席已经下台了 对不对 他当时的工党一片忠心耿耿的那种 那如果说他当初是 他通过各种渠道 知道这个总理是知道 会不会有一天他觉得很不爽 来报复 来报复一下 或者说这个用某种方式 把他给收买了 这个不知道 当然这个年而总之 这件事情对阿顿来讲 是一个生育挺大的影响 这个接下来如何进行下去呢 很难说 我们很难 很难这个现在来做这个预测 你觉得呢 我真的我真的不知道哎 我觉得你很难去证明说他就是知道的 对不对 如果他就是切口就是他就是说我就是不知道 我到对境才知道的话 你没有办法逼他去做出提供什么证据 除非像你刚刚说的那几种可能性了 也没错 我觉得很难 好吧 这个我们只能够看我们这个国家党接下来能够再爆出什么劲爆的东西来啊 从新西兰的角度来讲呢 今天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新闻 嗯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都被沙特的这个这个事情给给受影响 受他这个事情影响啊 这个没有特别多的内容 今天倒是有一条这个新闻啊 我觉得可以拿出来给大家讲一讲 嗯 呃 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啊 但是 挺有意思的啊 挺值得讨论的 说是这个呃 你知道这个很多餐馆 在新西兰的很多餐馆啊 他都有这样那样的policy啊 就是餐馆的一些一些规则 有些规则呢 就是不能带外食 有没有 啊 对对对 其实挺多的啊 这个经常看到这样的餐馆是说不能带外食 呃 不能带外食的理由有很多种啊 但是我觉得都不需要解释啊 因为作为餐馆他有权利来设计 其实大部分比较有规模的餐馆 都会有很明显规定 就是说不可以带外食 那我觉得在大部分情况下 大家也都会去遵守去配合 嗯 但是今天就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有一个女性 她是有一型的呃 type 1的diabetes 就是糖尿病 嗯 然后所以糖尿病的人 一定要随时都要照顾到自己的血糖嘛 嗯 然后当时她是跟一群朋友在用餐 后来呢 他们说就用餐完之后 可能朋友还在就是在酒吧喝喝酒啊 聊聊天 嗯 然后呢 她就测到自己的血糖发现 好像她需要再多吃点东西 要把自己的血糖升高 啊 所以她其实一直都有在身边 带着一些就是粮食这样 然后那时候她就把她的自己准备的 这个 所以说她已经吃完饭了 她已经吃完饭了 这个饭是在这个饭店吃的吗 对对对 然后他们待的时间 就是她可能原本没有想到说 哎 他们这群朋友会留在这个餐厅这么久 嗯 但是她一直都有准备的粮食 嗯 然后所以她就把自己准备的那个一个番薯的沙拉拿出来吃 嗯 然后呢 那这个餐厅的工作人员看到她在用在吃自己带的食物 当然就是阻止她 对 就是阻止她 就是说哎 你不可以这样子 嗯 后来她是有 呃 算是跟这个餐厅的工作人员解释 但是当中也是有引发了很多不愉快的一些纷争 嗯 嗯 这个是在Ponsonby 对 嗯 是在Ponsonby的一个事 呃 维浩7556的这位朋友说 呃 整个圣经病发展至今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瞄准到总理阿登杰 到底有有没有为党撒谎不成性 如果调查结果对阿登杰不利的话 阿登姐会一鞠躬引咎辞职 或者被党的同仁逼宫 想听听这个我的看法啊 这个说还是说性情闻 嗯 这个提出了一个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这个事情最终揭示是阿登姐不诚实 阿顿姐不诚实 对 为什么有人说阿登姐 有些阿顿姐 阿顿 阿顿 有些好像说阿顿 这个阿顿 这个阿顿 如果说她真的是有撒谎的话 你觉得她会辞职吗 我觉得会 我也觉得会 她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还是会本党的同仁所逼宫 我不认为现在工党有任何人可以有能力站出来逼宫阿登姐 有吗 我觉得并没有 Gran Robson应该也也不够强 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说 然后还有然后叫Kevin Davis也不太可能 说实在的我觉得现在工党那些内队部长 安修丽图他已经被证实不适合当党魁了 还有什么人呢 Kevin Davis还还远得很 Gran Robson他也hold不住 所以我不认为现在工党内部有谁能够有胆量说 站出来说 逼阿顿姐下台 我觉得更有更大的可能性是如果这个事情最终证实是阿顿姐撒谎的话 他搞不好就真的会辞职 嗯但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段而且尤其快要在一年就要大选了吗 我觉得工党内部应该不会有人故意去要他把这件事情爆出来的 他们不管内部是真的是怎么样一定在外面要看起来 你好相信人性 我觉得我太相信人性了 人性这样的东西可真的是不好说 真的是不好说 很难讲 当然这个事情会不会最后调查出来 哎 你要说人性说的极致一点的话 搞不好这个事情最后调查一下发现这个女生根本就是国家的安排 我是个乱说的啊 国家的粉丝不要来打我啊 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对不对 反正我是只拍我这种电影看的比较多 包括最近那个前两天就发生在那个沙特那无人机攻击事件 啊这跟我们以前看的那些反恐电视剧好像啊 所以我是太相信人性你是看太多电影了 对啊我觉得你太相信人性了 我觉得这些都好像啊 就是反正这个也不知道是谁打下来的 互相职责 对不对 这种阴谋论一层套一层的 这个都难说啊 但是我觉得啊如果说有铁证 证明阿敦姐确实对这个事情所撒谎的话 你看现在真的是关注的焦点 是他是不是撒谎 而不是是工党处理这个事情 工党处理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合适 是不是有利 已经成为一个次要问题 对 因为大家可能把这个当作一个来解释说 就是那儿的是不是一个合适的领导人 这个关键 以前我们都说这个政治人物的诚信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 就完全不能撒谎 其实现在还好 我看到这个政治人物其实撒谎挺多的 或者说他们不把自己说过的话的 这个当当回事的这个其实挺多的啊 但是发生在阿顿姐身上 如果我觉得啊 如果说他真撒谎的话 可能真的是不太好看 嗯 这个他这么长时间以来维持的人设不一致 对 你说今天这个Winston Peters 搞不好他就脸皮以后就过去了啊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有可能啊 但是阿顿姐这个呃 现在这个0025红哥啊 红哥这个呃 最近看起来是挺嗨啊 现在阿顿自己挖坑自己跳了啊 说不知道吗 国家乱可以攻击阿顿没有关注工党的事 阿顿现在在说他自己是知道的 也有点迟了 和和 阿顿姐现在是绝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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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反口说自己曾经知道啊 他这个就算他以前知道 他这个这个这条线 他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我刚才说的是就算 呃 当然有可能他是真的不知道 也不是没有可能了 对不对 嗯 就算他被别人批评 他是领导党不利啊 或者说这么重要的是你不关心啊 可能这个很多左翼群体都对他不满意 但是他也不能够说让别人觉得 他是诚信有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个是核心的问题 对啊 呃 我们休息会儿 进段广告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聊 4点的6点 我们和您一起放开聊 好 回到节目中来 下午的4点38分啊 这个在这里再稍微的预告一下啊 5点之后呢 我们这个节目会有一个 的嘉宾啊 就是上次帅帅的那个叫什么呢 那个 Alex Alex 啊 这个来告诉我们的一些关于这个啊 这个就是上次讲述的 一生缘 一生缘对 对糖尿病很好啊 今天可能会换一个这个对于呃 其他的一些健康问题比较好的这么 对 因为他们产品其实对于很多可能健康 都有一些帮助是啊 这个呃 希望大家这个能够呃 不要走开啊 这个收听这个收看我们这个节目 嗯 呃怎么说呢 有的时候呢通过这种东西其实你是可以得到一些资讯啊 上次有个听众朋友似乎打电话上来 希望他更能够给我们展示一些什么照片啊之类啊 对不对啊 这个以后我们告诉Alex啊 希望他这个下次能够把这个更多的好东西带上来 是呃我们说一点这个关于啊这个Ponsonby啊这个地方在Ponsonby的对呃是奥克兰一个比较好的九八林立啊这个饭馆比较高级的这么一个地方啊 他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就是呃我今天看到的这个后续报道啊 说这个餐馆啊因为这个客人呃当时吃了一个他自己带来的红薯沙拉啊 呃这个餐馆的经理非常的生气啊呃当时跟这个顾客呢产生了挺剧烈的冲突啊呃今天有消息说呢甚至于这个owner啊就是这个餐馆的老板呢 干脆就把自己店给关了啊啊说员工流失太严重啊说他这个经理也辞职了啊说这个餐馆的老板和这个经理呢都对这个客人呢进行了道歉啊呃现在搞的这个餐馆开不下去了 所以这个事情的新闻呢出来之后呢哎我觉得呢还是还是有点值得说的对因为我们刚刚有说到其实在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不会去把外食带到餐厅里面 但是刚刚讲到的这个女士是因为她本身身体有一些需求所以她必须要就是随时带着自己的食物可是我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啊但是我理解这些糖牛病人尤其是一型糖牛病大家都是知道是胰岛素依赖型的就比较严重的那种糖牛病人他可能有一些饮食上的特殊的需要是但是我的问题是他的这种比如说血糖降到很低的水平他要把它提上来是吧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无太懂医学那他一定要吃自己的那份红薯沙拉吗 我就我之前其实我看到也是也是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继续看这个报道然后他在应该是可能跟记者或是后面的一些后续他就解释说他他不想要就是可能餐厅点个什么含糖的饮料呀或者什么其他东西因为他说呃他对于自己的血糖他都是要控制的非常的精准对精确精准所以他有分量上的要求对所以他是自己准备食物可能红薯沙拉刚刚好对于他的血糖的影响刚刚好 如果他就喝了可能可能可乐呀汽水或吃个什么糖果那他的那个血糖可能就会飙高太高了也不行太高了也不行嗯这样他是这样子的解释嗯不是挺不是很让我兴趣没有让我兴趣因为我觉得呃如果说你知道有一些有一些食物过敏的客人嗯啊对他完全碰不能碰一些比如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面粉过敏 啊gluten free就对呃我以前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说这个很多号称gluten free就是没有这种复制的呃这个餐馆卖的这个食品啊嗯其实并没有说百分之百百百分之百达到这种标准哦是吗不可能的就是技术上是做不到的gluten free的啊其实挺多的我知道这个呃挺多新西兰很多包括其实华人很多很多华人的孩子都有这个过敏的问题对那如果说是这种类型的话呢我是可以理解的就比如说就他就吃不了 不要你这个嗯但是如果我觉得就是如果自己身体有一些需求需要的话他们会自己去一些嗯比如说你说是吃素的那你就会去吃素的餐厅嗯如果你是吃gluten free的其实现在也有越对越来越如果像他这种随时要补充血糖的那种我觉得更妥当的办法应该是自己带一颗糖但是他也说了糖也是太他就说他呃为了就是控制自己的血但是为了控制控制自己的血糖他想吃什么东西他既然能够控制他的这个什么红薯沙拉的分量 他应该可以控制自己糖的分量但他觉得糖不健康呀他不想要吃不健康的东西他说他想要靠就是健康的食物来控制所以这个病人要求还挺高我是觉得啦如果说呃如果是我我处在他的这个环境里面如果说我有这样特殊的要求呢首先我会自己带好不适于违反商这个饭店规则的呃一些一些食物比如说你要带一块饼干没有人介意吧你今天糖而黄之从兜里拿出了一盘红薯沙拉就在人家面前这样吃对我觉得是个 是个经理都会觉得很奇怪啊你你这个到底是而且嗯而且你说什么而且他可能在事先没有先对对对真的是我想也我想说的如果说他当时觉得自己哎要吃这一份东西可能会对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比较有帮助的话他应该自己首先跑到那边去是不是跟经理说对不起啊因为你看我这个是有糖尿病的对对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吃点东西同时呢我也觉得你给我的东西太甜 嗯嗯我又吃不了所以我呢我必须吃自己的东西对是不是好像好像我觉得这样比较make sense一些对因为或者说餐厅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刚好做到符合他现在目前身体需要的食物which I doubt 对所以呢他自己带东西那也是有可能但是他我觉得还是要先跟餐厅说好说一声也许他们就不会这么的介意我觉得他是个例外吗我觉得也是啊这个当然这个事情后来发展的挺ugly啊这个餐厅经理呢可能是非常生气对呃 嗯你知道有些餐厅他不让带外食是有他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我们经常想到的几个原因是就首先就是宗教原因啊是吧有一些餐厅比如说是你知道以前我们这个小时候啊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很多清真食品店嗯就是只有这个我们所谓的回回组吧他有他不吃猪肉对对对不吃猪肉所以他这个处理这个牲畜呢他有他们他自己的一套办法是以前这个上大学都有清真食堂有没有每个大学都有在中国清真食堂 就是专给那些这个呃信这个回教的这个呃学生去吃对啊往往一个学校的清真食堂都是伙食最好的啊是吗因为国家有少数民族政策啊所以给那些清真食堂是很多很多补助啊所以呢你同样是五毛钱买了买了一份菜对在清真食堂里就多一半 那个如果不是回教徒可以去吃吗可以其实他敲开了他无所谓我们经常获得清真食堂里哎这个话题扯晚扯远当然就是一个宗教原因对有些呢是因为卫生方面的考虑是因为他无法防解你在我店里消费你坐那里吃饭忽然吃了一份你自己的东西你拉肚子了对啊这个东西怎么来证明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最终这个事情会搞得这样的ugly啊我个人觉得哎是不是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当然这个所有的事件就像我们以前我们以前曾经讲过很多 这个餐厅和这个顾客之间的纷争嗯呃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双方面的啊我记得有一个听众朋友说呃怎么说呢说呃没有一个餐厅老板是不想开门做生意的嗯这个很难说想象他们要和顾客闹翻到这种程度甚至把餐厅关掉啊我记得上次是说有一个什么凭差评的这么一个一个咖啡馆里的这么一个事呃呃尾号零呃这个多少来着啊0211对021这位朋友说出去吃了再进来 哦哦对对啊那也是可以对啊他可能去车上坐着或者去对你就在外面旁边找个公园或什么吃了再进来吗是是啊我我我也觉得是啊这个可能会好一些呃3663这位朋友说作为一个长期减肥的人我是这样理解的啊糖含糖饮料饼干等等都是高GI值的食物红薯沙拉是低GI值的食物所谓的GI值就是深糖指数嗯低GI值的食物会让血糖慢慢上升高GI值则 会让血糖飙升再猛降对血糖稳定不利啊这个可能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来来解释对所以你刚刚不是说要他带个饼干什么的但是可能饼干他的让他的这个要求但是仍然不能够解答为什么0211这位朋友说可以出去吃了再进来或者说他可以去跟酒吧去跟那个餐馆的经理沟通啊我觉得毕竟这个才是呃才是更主要的啊还有朋友发短信啊这个都是跟阿敦姐有关那这个5599这位朋友说我个人觉得阿敦姐开始应该是不知道的啊 因为像他这样的政客都有资深的智囊在身边如果他得知这件事他不会不去征求意见不会处理的这么草率呃就算他之前说谎啊现在真正能看得到听得见的证据也很难很难拿到啊如果那女孩有早就拿出来曝光了啊个人的浅见呃女孩是不可能有的啊因为女孩只是通过正常渠道向党的组织机构去反应党的组织和机构处理到什么程度呢是他没有办法知晓的嗯我们刚才在讲的是不是有这个 呃一些内线啊对啊会不会这个知道啊呃0025这位朋友说希望阿敦以后不要再偷偷的打自己的小算盘因为小算盘打多了会打错啊一直错满盘皆落索啊就是0025的洪哥的观点啊反正我看出来洪哥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不对嗯就是他怎么样都是不对的啊呃看看吧啊再看看这个事情后续的情况是怎样啊呃 相对来说工党也好绿党也好这样的左翼政党还是我们说相对啊还是会比较多的一些关心妇女的权益啊关心这个呃弱势群体啊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他的人设就是这样对啊我也比较相信他的人设啊这个当然这个有的时候人是会被人设所蒙蔽的但是呢从这个我现在所自己的感受来讲我仍然会相信他是一个比较比较关心弱势群体的人嗯我不太愿意相信所以你也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要相信他要相信什么我有一些怀疑但是我不太愿意相信他是真的是好像就一开始就知道假装被看见那种嗯我觉得他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也相信他不是这个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奇怪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呃表表明这个工党内部其实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在沟通上面嗯还有一些这个就是你知道很多时候领导者啊就是最最中间的一位领导者他往往容易不容易 倾听到周围的声音对这个甚至不容易你要说倾听名义也好嗯或者说是多接触多接地气好我们就这个话来讲好了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对就是要知道说一个基层嗯或者假如如果是一个公司的话基层在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老板在高高在上的老板是不会就有的时候也不是老板不想知道他其实挺想知道的对或者说他以为他自己是知道的对其实呢有很多人把他给隔开了或者他知道是另外一个版本啊或者他知道是另外一个版本啊就可能就是 就是真的不是那个版本因为他也不可能说今次亲自跑下基层跟每个人来交谈就算他跑下基层跟每个人来交谈也不能够保证每个人跟他说的都是一定都是先包装过才会去跟老板报是所以这个事情呢不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是不是这至少反映了这个工党内部的一个呃上下沟通的问题按说工党是一个按相对来说是比较比较能够呃怎么说呢他的等级观念相对来说是比较不如像保守的这种政党右翼政党那样你说如果说这样 那就是英文的hierarchy他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这个相对因为这个是左翼政党的一个一个政治主张之一对不对呃他本身是比较比较推崇这种这种东西的啊所以在今天这个事情反正其实我是觉得呃从一开始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呢我就一路就是呃各种的感受就很复杂对就是既信又不信又觉得很奇怪真的是还挺想知道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发展是怎么样的啊这个 呃会不会这个事情对阿登造成冲击就跟当时将提拉别人的马尾变似的啊对哈哈哈但是但是将提这种好像他这种这种风格去拉下别人的马尾变好像还觉得还好会不会因为他本本身就是比较 我想用滑稽但是好像不是滑稽就比较好东啊对 呃这个事情啊这个还是值得观察啊这个我们现在也没法说太多的东西呃刚才呢给大家呃分享的一个关于 这个呃泡森里这么一个呃对食品店的这么这个饭店的一个这么一个事件啊现在这个商店关门了我觉得挺遗憾的啊有的时候呢呃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我还是会抱着一些质疑的态度啊看看到底这个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是觉得这个顾客的行为是不是还是有需要检讨的地方对因为其实在他们的纷争当中餐厅就觉得说这个女生她的行为而且她后来把她的一些就是这些事情的经过放在她自己的Facebook 上面了然后餐厅就觉得她就是故意好像在挑拨离间的感觉嗯就是故意要挑适嗯然后但是这个女士她是觉得说她是不被尊重的她觉得她这一次的经验是她用一个好像shocking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词嗯嗯嗯 我觉得是互相尊重吧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一个例外或者是一个紧急之间那餐厅也许也不需要这么的嗯 harsh 的对待她嗯但是同时这个女士她自己可能也需要给餐厅比如说打个招呼嗯就是互相尊重嘛是好时间到了这个下午的4点51分19秒啊 我们这个整点之后5点之后呢将会迎来一位嘉宾啊跟我们聊聊这个什么来着医生员医生员这个话题呃在这个嘉宾结束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那个啊关于规划运动员的问题嗯嗯就是最近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呃中国足球队呢这个呃规划了一些来自巴西的球员嗯 应该说是中国第一运动啊嗯所以之前规划的事情呢其实引起了挺大的反响和讨论呃在此之前就有啊呃在上中呢这个中国足球队呢这个用呃一个两个规划球员啊上场的这个跟马尔代夫啊提了张比赛啊结果是赢了吗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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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比0赢了5比0啊然后规划的这位球两位球员都发挥的非常的出色啊就再一次呢把这个议题拿上来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啊呃就是其实中国人对这个 规划球员的心态啊其实其实挺有意思的呃你知道吗其实我们新西兰有很多规划球员规划运动员或者说所谓的规划运动员就是说他本身不是这个国家国籍的是然后为了要做这个比赛然后去把他入籍是那可是新西兰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对啊所以很难去说啊直接说到这个点上了就是对新西兰这样的国家来讲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对所以他呢包括美国有没有嗯对啊美国其实你要 要严格意义上来讲他有很多规划运动员是就是可能就是从其他地方呃移民到美国入籍然后成为这个代表美国在这个世界的这个体育啊或者说其他这个项目中项目中参加竞赛的但是好像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移民国家就不会存在很大的争议的空间可是对中国对哎这个就争议的空间相当的大就是因为你肤色很明显就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说哎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规划球员是尤其是这次中国足球队规划的 这个呃移民球员踢前锋的这位球员呢他就是个巴西人嗯所以在球队里面应该很显眼就非常显眼就是你看到一个巴西人这个穿着中国队服为中国队来比赛这种感觉呢是有一些诡异的啊这个我们可能在这个呃一会儿整点之后呢哎给我就这个话题呢来跟大家再讨论一下啊那种奇怪的嗯 这个不能献丑呃我们的同事呢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工档性清门啊这个我们刚才前半个小时都在给大家讲雪蓝果啊这个现在哎重新社会性清门是在这个好像还是有点转折有点大啊但是没有关系啊这个是最新的啊呃我这边拿的是英文的材料啊我这个就是给大家讲讲大概的内容对说是工档这个调查性清门当时有个叫呃Panel Group就是所谓的关家小专家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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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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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的女孩投诉性侵的这个女孩 他否认了这个女孩曾经向这个专家调查小组 发来书面的电子邮件 或者说在口头的方式 曾经向这个专家小组 说过提出过性侵性骚扰的这么个指控 这个是和工党主席此前的一直说法是一致的 工党主席此前一直的说法 就是这个调查完全是一开始是跟性侵没有关系的 这个Samuel Mitchell是今天发布了这个声明 非但没有书面的也没有口头的 这个女孩曾经在跟Spinoff采访的时候 她曾经说过是发了两个电子邮件给对方 说是在今年的3月和6月份 是发给这个专家小组 就是在她去作证之前 但是今天这个Samuel Mitchell在她的这个声明里 夺斥了这种说法 她说这个女孩曾经在3月份的一天早上 在她马上就要去作证的时候 发了一批邮件 说希望她能够把这个邮件打印出来 说她可以在这个专家小组上读一个timeline testimony 结果这个邮件没有附件 Samuel Mitchell说这个邮件没有附件 Did not have an attachment 这是Mitchell的这个说法 然后呢说所以呢她就跟她说呢 这个你可以寄给任何另外一个人帮她打印 后来可能她又寄了一次 但是在这个女孩在现场作证的时候呢 她没有提供任何 这个女孩就基本上在作证的时候 就拿了一本文件在那念 念的时候呢 她也没有提供这个文件的副本给专家小组 给专家小组 她就自己看而已 自己看着说 然后呢她说的非常的明确 就是说的非常的斩钉截铁 At no point did she say 就是在没有任何一个时间点 她说过任何一个有关这个性侵的这个指控 就像她这次跟Spin-Off article里面所讲到的那些内容 对因为她在article里面有说到说 她跟专家小组开会的时候 然后她讲了性侵的事件还有另外的一个事件 然后Sam Mitchell说 她后来还去查看了这个女孩 后来寄给的这个工党的这个副名书长Lessie 就是让她打印的东西 说这组邮件里也没有任何有关性侵的指控 他说她在5月29号 这个她又和这个女孩见了面 就Clarifon's allegation 就是确认一下这个控诉的详情 这个然后在这一个meeting当中 在这个会议中说 她没有任何一次提到这个性侵 是和Spin-Off article里面写的任何的东西有关 他说呢 这个她在6月11号 收到了这个女孩寄来的三份document None of which contain any rest 就没有任何一个份和这个性侵的指控有关 是 这是一个事情的 然后她说这个女孩在6月17号 还给她写了封邮件 感谢她在这个专家小组上做出的辛苦的工作 但是Sam Mitchell坚持她收到的所有这个邮件里面 都没有性侵的指控 这事情有点 嘻笑 有点稀巧啊 那个至少呢 这个现在Sam Mitchell 她是一位工党的这个专家小组的一个调查者吧 内部调查者啊 是 她现在站出来呢 说这个事情完全和性侵没有关系 就是说 Jesina Aden身边呢 又多了一个支持者 那也就是说 你要不然两个都信 要不然两个都不信 所以 是不是有点蹊跷 就是会不会其实这个女孩 她没有她确实没有跟专家小组说实话 不知道 不知道 现在只有说 怎么说呢 有的人可能会不会是 想象出来的 这不是不可能啊 当然这个我也不是说一定就是这样 这个可能就是要等待这个律师进去进行调查啊 到底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反走过的必然留下痕迹啊 这个女孩说她曾经给工党内部记了这么多邮件 都说了她自己性侵的内容啊 之类的之类的 当然这个东西可能要需要 今天这个三文明确跑出来说 她说到了所有语言里都没有这些 这个东西可能就是真的是需要一个独立调查者来进行调查了 我们拭目以待吧 到底这个事情是会吧 会不会把这个几星大灯脱下水 好的 这个我们说说规划啊 时间不是很多啊 这个尾号0559的朋友发来了很多留言 基本上就是说 哎呀 说说足球吧 其实心里很不爽 中国足球从94年到职业联赛到现在 几代人下来是一代不如一代 足协官员球员裁判参与赌球假球 这就是中国足球的真实写造 中国足球是体制足球 如果不改制是不可能有好的发展 规划球员就是那些官员想要用来一种拔苗助长的方式来快速提升实力 但是这还是中国足球貌 这一批规划球员退役了 以后呢 可悲 第二条短信 他说看看C罗 大罗 就是这个Christian Renald 这个原来这个Original Renald 就是原来的大罗 人家是穷人 为了更好的生活去选择足球 靠自己的努力去做好它 而我们中国足球是有钱人的游戏 穷人是踢不起的 如果不从选材上大刀阔斧的改革 中国足球是没有前途的 20年前国足孔一孔沙特 日本还是问题不大 但现在基本上是打谁孔谁 就是一看就是多少年的老球迷 多少年的老球迷 小乐呢 对于这个我们中国体育迷 对于足球的这种感受啊 恐怕是很难理解的 首先我对足球本身就不太有了解 足球很好看啊 你为什么觉得这不好看呢 因为不是不是我说它不好看 因为我不知道规则嘛 所以就不太 就是把球踢到门里面就行了 这规则有多难嘛 好吧那我改天来看看 踢进球尽一得一分 那有多难 刚才这位听众讲到 这个中国足球的问题呢 恐怕也正是为什么这次 会有规划球员这一件事情 因为中国足球那么多年来 给大家的这个失望啊 就是原来那种失望 就是好像差一点没够长 还可以接受 但是呢就是好像这个 我们的失望是失望在我们 就差那么一点点 中国足球历史上有著名的故事 实在太多太多太多 作为一个二三十年的足球迷 我真的是可以说很久很久 就基本上以前呢 还是说输轨的都是一些强队 然后就可能就差一只手 对 或者说坚持三分钟五分钟就可以了 但现在呢就是差很多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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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发生什么事了呢 为什么呢 就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中国现在足球的这个职业足球 发展的非常的好 职业足球联赛 虽然这个刚才先生听众所讲 有什么假赌黑啊 这个都有 但现在这个足球 你看就在中国提职业联赛的那帮人 就付的流油 好有钱好有钱好有钱 然后呢职业足球看起来也风风火火 可是现在看起来中国整个足球国家队的水平啊 就就跟不要说就跟以前都没有办法比 那照理说你看中国这么大 应该有很多很多的这方面人才啊 照理说啊 这个早就很早 还我在我还是这么大的时候 就有人就有人说过这种话 你我就不信中国十一亿人 十一亿人选不出十一个人 对 足球十一个人听吗 来踢足球 没有他选了这么多年 还就是选不出来就是一个人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我们会有这个话题的原因 因为这个水平越来越差 以前有一个中国足球团叫范志毅 这个小乐可能不知道 这个听众朋友可能知道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中国足球现在脸都不要了 原来是输伊朗输伊拉克输那种 现在什么输泰国 接下来就输越南输缅甸 这是他说的 他当时呢是一时的气化 绝对是气化 因为在当时呢 中国队打打什么缅甸 越南泰国这种球队啊 就是五个球起步 区别就是5比0还是8比0的问题 到了今天呢 这个中国足球已经毫无疑问的 在国际大赛上输给了越南 输给了泰国 这个已经不是输了一次两次了 所以到今天呢 就变成好像是有一种 有一种焦虑的 整个足球界都非常非常焦虑的心情 不得不 我觉得啊 我觉得他们就是那种心态 就是实在是没救了 是不是采取一些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所以就发明了这个规划球员这件事情 才会说这个吵到这么大 当然这个规划球员呢 分很多种 我们都知道呢 现在在中国足球队当中 最有名的这个规划球员是个前锋 他是个纯粹的巴西人 所以跟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除了他在这个中国 贴了很多年球足球之外呢 他跟中国足球没有任何的关系 就把这样一个巴西人 纳到这个中国足球队之后呢 当然他符合中国的一些入籍的规定 中国的入籍规定啊 我觉得是比新西兰更困难的 是吗 中国的入籍非常非常难难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是呢 在一些有关部门的通力合作之下呢 这位巴西球员是入了级了 成为中国足球队的一个队员 那这次呢 中国足球队呢 是上个星期啊 踢这个马尔代夫呢 他们是赢了五个球 这个规划的球员叫做艾可森 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中文名字 叫艾可森 挺可爱的 踢得非常好 踢得非常的棒啊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都 我们刚才讲了 中国它并不是一个移民的国家 如果说你看在场上 为我们这个所谓啊 这个穿着中国队服啊 修着中国国旗啊 这个赛后会披着中国国旗 到处挥舞的那种人 是一个完全跟中国人的脸啊 完全没有关系的这样一张脸孔 或者说呢 有些时候如果说他不是可能一看就是老外 但是他一开口是一口流利的中文可能还好 但是完全不会中文的 完全没有任何一些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的 这一群规划球员在场上 哪怕他拿了很好的比赛的成绩 哪怕他得了世界杯 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对因为我觉得世界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比赛 那就是这个国家的人 对上这个国家人对吧 但是如果说某一个队 他里面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那这样还有什么国家对国家的意义可言呢 这就是啊 就是觉得好像是这个 你你你算是好像 比如你今天场上有什么五六个巴西人 带来几个中国球员 然后拿下了一次重要比赛的冠军 会不会有感觉说 你真的会有这种足够的认同感吗 就是你身为足球迷 如果你是中就是中国足球队 对你会开心吗 你会觉得说这个赢好像也不是我们真正自己赢得的 我不知道 反正这次这个五比零赢了马尔代夫 我是没有觉得 我没有任何感觉 是就是因为这个规划球员的关系吗 五比零是因为这个规划球员踢得好 对 但是说你觉得不开心 有些人会很开心 哇这个中国足球 你看这场比赛踢得那么棒 这个五比零赢了马尔代夫 对 我觉得真的是马尔代夫才多大 这个赢了一个马尔代夫 但是我 我完全没有因为这件事情 感到任何的喜悦 但是我现在不太清楚 我没有办法描述自己的感受 我不知道是不是 比如说中国队因为这些规划球员的存在 现在有两个 可能未来还有几个 可能到时候有五六个 一个球队 是要不然就是老外 要不然就是有 这个外国人的血统 要不然就是生活在国外的那些人 他们代表中国队 如果说拿进了打进了世界杯决赛 甚至做出更好的成绩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会不会感动 我很难想象这种心情 就是比如说就是一群这个 这个中国网友现在很很牛啊 那么开玩笑啊 说是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地方叫做巴西族 说这些中国 因为中国不是好多民族吗 对不对 五十六号称为五十六个民族啊 说给他们发明一个族叫巴西族 就是说他其实他本身就是中国人 他就是巴西族的 巴西族啊 就是新加入中国的巴西族 如果说中国足球真的是靠巴西族拿到了世界冠军 我很难形容自己的这个感觉 感觉 我不知道也许到了那个时候 我拿了世界杯冠军了 或者怎样 我是不是觉得 哇这个爱管他呢 反正这个 以前言之名言啊 不管黑猫白猫 能够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你看真的啊 黑猫来了 对 下次再规划几个白人 所以白猫也来了 0025 红哥说现在中国男足主力是打中国国内的黑市球赛 黑市球是 赢球钱不多 输球才更挣钱 所以不要期望他们在国际足球上有成绩啊 没意思 这帮人都是打假球呢 是吧 其实这个是一个挺挺好的文化性的话题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汉文化的这个大语境底下 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一个完全跟我没有任何关联的外族人 来代表我们 对啊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好值得好好思考 因为我们刚刚说像西西兰 他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国家 所以如果说这个球队里面有很多原生是在不同国家的人 但他现在已经入西西兰籍了 你就觉得说啊没关系 反正我们都是西西兰人了 但是中国他本身他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 就说了就是这个 中国其实啊 我们都说 我从小就 我不要晓得 我们从小就说中国是一个56个人大民族的大家庭 对 各民族什么都在生活在一起啊之类的 代表各种啊什么 迪达五博之类的 但是其实我们严格意义上来想 中国是一个汉文化的国家 是啊 很多民族就算少数民族 他被汉化的也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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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一些个别少数的啊 这个片远地区的 嗯 但是他还是一个汉文化为主的国家 所以你看这个 很少人真正有球迷能够接受啊 这个559的若文说 如果艾克森是先入的级 然后过了好多年代表中国的打比赛 或者是上离可 有中国学童的可以接受 嗯 就是其实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观点 就是觉得 呃你 你就算你是老外 你可以代表中国的打比赛 但是你多多少少要跟中国文化有一些关联 对 我觉得如果说他是一个 不可能在几年前不知道什么原因 很喜欢中国 然后就很小就来了 对 然后就入籍了 然后他就是他对啊 他现在就是中国人 哎刚好 然后他也后来就是加入足球队 嗯 那我也觉得这就OK 他虽然他本身他的肤色 他的成长背景可能不是就是中国 嗯 但他现在就是已经是中国籍了 嗯 但是如果他就是为了要剃球 对 为了入籍而入籍 那我觉得是完全不同样的 嗯 而且当然这个艾克森自己是说现在 他很喜欢中国文化 很喜欢中国 很肉爱这个国 他当然这样说呀 他一年就好几千吧 我也这么说 你让我你让我加入哪个机 我加入哪个机 我很容易的 然后他说这个李可 李可呢 就是另外一个 就是加入中国绝对的这个外籍球员 也入了中国籍 但是李可好像是妈妈是中国人还是怎样 嗯 就你看上去是混血 你能够看得出他这张混血的脸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 但是纯一堆巴西人 啊 或者说 哎 我真的是 哎 这个还真的是不是特别容易接受啊 我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